那時候正面臨說我要搶奧運資格三月 然後我一月才檢查出來 我就跟醫生說 不要 我不要做化療 我什麼都不要做 我現在要去搶奧運資格 我現在沒有時間做什麼化療這樣子 醫生說 可是你現在已經是二期 二期轉三期馬上就會 這非常危險 我就說我要去比奧運 沒有什麼事情比奧運更重要 那一年是大家準備奧運年 所以我就跟教練講說 教練這件事情我們保密去進行 我是在19年的時候發現 自己有狀況 第一次醫生講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 這是癌症 醫生講得很輕鬆 但是我是嚇到罵了醫生三次經 我就衝出那個枕間了 經過了兩三次 三四次的更精密的檢討 就是才確定說 念琴這個是 就是淋巴癌 那時候正面臨說 我要搶奧運資格三月 然後我一月才檢查出來 我就跟醫生說 不要我不要做 我不要做化療 我什麼都不要做 我現在要去搶奧運資格 我現在沒有時間做什麼化療這樣子 醫生說 可是你現在已經是二期 二期轉三期馬上就會 這非常危險 我就說 我要去比奧運 沒有什麼事情比奧運更重要 後來我真的是很幸運 那時候奧運資格拿到 因為疫情 所以奧運延期 延期一年這樣 我就馬上回醫院跟醫生說 好醫生 那我們討論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去做 我們的化療這個計畫 那一年 是大家準備奧運年 所以我就跟教練講說 教練這件事情我們保密去進行 我不想要影響到全部人 我記得第一次化療跟第二次化療 教練是陪在我身邊 因為他必須要知道我的狀況 家人是在我第一次化療的時候 他們才知道 因為我連家人都隱瞞了 對爸爸是覺得說 我的小孩子 一路走來那種辛苦 怎麼會現在又遇到這種事情 爸爸是說 不要練啦 我們就不要練了 我就說 我才拿到奧運資格還不要練了 我覺得 那時候反而是我去鼓勵我爸爸 他有感受到我對於體育的這種熱情 因為那時候我爸爸腳也受傷 我就 我化療的當天我爸剛好開刀 然後醫生就把我爸開完刀 然後推到我房間 我有去跟我爸聊 我說 就是爸爸我們對我感受到那種痛苦 但是你也知道 你會為了想要扛起這個家 你去選擇去面對這個痛苦 然後去讓自己變更好 我說我也是 我想要在體育圈做出一番成就 所以即使我遇到了這麼多的困難 我覺得我也想要去突破 你也看到我在堅持對不對 那爸爸也 我說爸爸你也在堅持 那我們就一起努力 我們不要去害怕這件事情 我覺得最關鍵是自我對話 以及我覺得對信仰的一個堅持 因為有這些堅持以及自我對話 身邊的人再怎麼鼓勵你 你只要你自己跟你自己說我不行 他們的鼓勵都歸零 現在回顧會覺得蠻佩服當時的自己 到底是 我才發現說原來我自己這麼熱愛比賽 拳擊這件事情對我來說這麼重要